你过来呀 欢迎来到小光君的世界 一起见证其调皮瞬间 将爷爷呼唤回宝 小家伙走了几步后就调皮的趴下 露出笑容 等待着爷爷的夸奖 于是 听够了爷爷的夸赞后 回宝才悠哉地走向爷爷 尽显调皮本色 话一昧落 回宝就跑起来 且到竹子堆里四处搜索起来 你过来呀 找到的胡萝卜掉了后 又找起来 不一会又找到苹果 这次爷爷出手抢走了 小回会太调皮了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